好 也就是说呢 这个准总统赖清德 未来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朝野都是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基于细节 下个星期一会在这个党团协商啦 那刚刚这个韩国医院长 也特别提醒大家 讲话要轻声细语 所以接下来我也要轻声细语一下 毕竟今天中午线上面对面 我一个人撑了快一个小时 我现在需要轻声细语一下 只是看到这个标题 我又很难轻声细语了 难道真的要特赦陈水扁了吗 这会不会有一点太夸张了呢 因为他没有认罪 没有还钱啊 对不对 而且现在还在外面趴趴走 真的就要特赦他吗 这个这是根据平面媒体的报导 说这个现任的总统蔡英文 跟即将就职的总统赖清德是 达成了共识 他们可能会朝向所谓的免刑 不免罪来赦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刑的部分 就把它免掉了 就是他不用再几年 判几年几年 但是罪还是有的 包括他有这个贪污啊等等的 罪还是在 那这个其实说真的 这蛮困难的 要免刑不免罪 要这个实际上来执行 并没有那么容易 并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重点是 还有八亿多元没有没收回来啊 那这个瑞士政府冻结当时有一千万美金 这些犯罪所得到现在为止呢 还在靠这个检查机关依照刑法 没收新制向法院申请来单独没收他的犯罪所得 但是重点是还没有没收回来 就是他的钱还没有还回来 那你怎么样可以免刑不免罪呢 而且不免罪的前提是 陈水扁你要认罪 要认罪之后才能不免罪嘛 那现在你又没有认罪 你要大家怎么样去免刑免罪 这个真的是一个蛮棘手的一件事情 总统府发言人说 总统府现阶段的立场还是 希望确保陈前总统获得妥善的健康照顾 并且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办理 老实说他现在健康 其实已经得到非常良好的照顾了 他都能够当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那不是吗 都可以一样跟我当YouTuber了 一样的了 那到底哪里还没有受到照顾呢 甚至也传言说 其实蔡英文总统跟他的幕僚 针对特赦陈水扁这个案子呢 已经兵棋推演了半年多 确实谢龙介说 他一月份问法务部的时候 就听到这个消息了 那期间呢 总统府幕僚找了法务部等相关司法体系 讨论有关这个陈水扁的特赦 利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包括刚刚提到的所谓的免刑不免罪 因为他不认罪嘛 就没有办法免罪嘛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剩余的八亿多元犯罪所得 还没有没收 那绿营的知情人士就说 如果是涉刑不涉罪 那涉刑就是所谓没有抓去关而已 但重点是他现在没有被抓去关啊 他也是在外面跑跑走啊 那罪还是存在 那蔡英文下这个决定 为什么呢 他就是希望在赖清德上任总统之后 就可以不用再面对这个议题了 所以这代表是怎么样 蔡英文要一肩扛下这件事情 帮赖清德处理好这件事情 是这样吗 这是绿营的知情人士说 毕竟要特赦陈水扁 这是一件非常会是在社会上激起非常 大余波荡漾的一个讨论的问题 所以是让卸任即将卸任总统蔡英文来处理哦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个媒体哦 同样都在做民调 包括首先是我们中时新闻网的YT民调 说蔡总统卸任前要特赦陈水扁 你赞成吗 85%不赞成 9%赞成 不知道的6% 另外是TVBS也做了民调 如果特赦了陈水扁 请问你是否支持 这个更高了 不支持的93% 支持的是6% 所以基本上都有八九成的这个民众 就是在这个民调当中 显示说他们是不支持特赦陈水扁的 毕竟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 对不对 不还钱 不认罪 啪啪噪 对不对 那这样到底要怎么样来特赦呢 你看网友 PTT上面就说了 反正都已经在外面了 其实有没有特赦 有差吗 绿能你不能啦 有党政好安心 据说他的党政好像已经被没收回去了 只是不知道假设他被特赦 是不是又可以再办回来了 还有怎么样 就选赢啊 这句话要用他当年那个口气啊 你被就拴掉啊 不然你是不怎么 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还有蔡英文冒号 520之后没有我的事了 所以反正我先把他设一设 我就大小姐 我就不关我的事情了 难道真的现在 蔡赖之间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默契 据说下个星期可能就要发布这个特赦令了吗 因为毕竟520就要就职还有10天的时间 在这10天之内就可能特赦沉水扁了吗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下个星期先打个广告 下个星期二中午的线上面对面 我们会请这个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来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到底所谓的特赦沉水扁合不合理 合不合法 那更多详细的内容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这个我们的记者林陈勇 好主播先前有周刊报导总统蔡英文决定在5月20号卸任前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现在更有平面媒体指出蔡英文下周就即将要发布特赦令 而特赦沉水扁也被解读 是蔡英文替赖清德上台前拆解最棘手的一道难题 传出特赦方向已经初步拍板 就是将沉水扁过去定验的案子能够免除其刑 包含已经判刑沉水扁有罪20年徒刑确定的龙潭购地等四大案 而目前沉水扁还有四个案子尚未审结 包括了侵占总统府公文案 以及陈敏薛买关洗钱案等等 这几个案子因为沉水扁的身体因素停审 因此恐怕也是难以纳入特赦范围 而这一回总统特赦只限于免刑不免罪 因此沉水扁8亿多元的犯罪所得仍然是需要没收 对此总统府也重申 现阶段还是确保陈前总统获得妥善的健康照顾 并且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办理 像是我们饶到的最新状况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